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衣服 我们白天穿了一天的外套和裤子 有些人会随手丢在枕头旁边 其实这个习惯很不好 我们穿了一天的衣服 上面会附着很多的非诊和脏东西 当我们睡觉的时候 会随着呼吸进入我们的肺部 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时间久了还会导致出现失眠的问题 第三 毛绒玩具和抱枕 很多人喜欢在床头放毛绒玩具和抱枕 但是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经常清洗 在表面容易隐藏大量的细菌和满虫 还有很多毛绒玩具会存在甲醛超标问题 特别是丧无产品 里面都是有害的化学纤维填充 长时间接触会引起呼吸道感染和皮肤级别 所以我们睡觉的时候还是把这些东西放远一点 尤其是不要让小孩子抱着睡觉 第四 电子设备 大多数人都会睡前玩一会儿手机 看一会儿电影 这一样成了一种习惯 哪怕是时间再晚也要看一会儿手机 其实这也是导致睡眠质量不好的一个主要原因 因为在玩手机的时候 我们的神经是比较兴奋的 这会抑制我们的困意 而且还会产生信号辐射 离我们的头塞地 会不但刺激我们的大脑 让我们的睡眠质量变差 最好就是把手机和平板电脑放远一点 这样才能彻底放松 安静地睡个好觉 第五 小电器 像一些闹钟 空气加湿器 灭纹器 小音箱等小电器 如果放在房头离我们太近 可能会产生噪音和辐射 影响我们的睡眠 如果突然有意外的响动 也容易引起血压升高 心跳加快 造成睡眠质量下降 如果你的床头经常放这些东西 不妨拿掉试试 晚上睡觉质量也会有所改善 如果你有更多的方法和建议 欢迎在下方评的留言 也欢迎分享转发 好帮到更多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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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